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候选人 还有我们主持人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刚刚萧女士一开始就说 这个风险来源 我就想说台湾的风险来源 就是民进党啊 就是民进党只剩这八年 把台湾搞得兵凶战危啊 全球关注台湾没错 关注什么 关注台海会不会战争啊 大家都担心台海会不会战争啊 那谁引来台海的战争 那不就是民进党的政策吗 马云九时代八年有这样子吗 然后呢这个萧女士又说 国民党都是过去的老的思维 我光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侯友宜赞成将来要开放 大陆的观光客到台湾来 马云九时代大陆观光客 曾经高达400万 民进党现在有多少呢 观光在全世界占GDP的11% 无烟囱工业 促进双方的了解 又可以给台湾带来这么多外汇 民进党为什么要阻挡呢 我最近到台湾各地去看 哎呀 那个基层真是嗷嗷待哺啊 很辛苦的 不管是基层车司机 游览车司机 民宿 旅馆 餐厅 这个伴手礼 各种基层的民生用品 他们都觉得生意很不好啊 所以这都是民进党造成的 民进党刚刚讲了半天 说他八年来执政有多好 如果执政这么好 怎么会有65%的人要下架民进党 民调呢 所以我也讲嘛 我们也很公平了 就如果说你真的觉得 八年来你的生活又比较好 就请你继续投民进党 没有关系 继续投 如果你觉得你不好 过得不好 而且未来更不好 就请你投国民党 投侯友宜 赵少康 好 我在这里要宣布 辞去中广董事长 那这是我的辞职书 我现在就签名 本人自即日起辞去中广公司的 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董事职务 辞职任赵少康 日起113年1月1号 我一直在等赖清德 等来等去 望穿秋水 等不到 赖清德 他的违建是一回事 他旁边的违法的房子 由国安局来租用 还有二十几个特勤 租用还给他修缮 还要付租金 二十几个特勤 去看守那个房子 一个非法的幽灵房屋 而且这个房子还不是他的 还是他儿子的 我给他算了一下 二十几个人 一个人薪水五万块好了 一个月就是一百万 一年就是一千两百万 四年就是四千八百万 再加上费用啊 什么一大堆啊 膳食啊等等 我给他算起码七千万 这四年起码花了七千万 请问赖清德 这是不是贪毒 这是不是贪毒 这笔账到底怎么算 那另外呢 这个 而且呢赖清德 这么一个违建 能够处理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连余天都说 跳跳得西啊 拆掉就是了 有什么了不起呢 柯文哲妈不是这样做的吗 那为什么到你就不行呢 那国家有难的时候 你这样处理政事 我们真的很担心 难道说你就用哭就可以吗 哭五百 哭五十百也没效啦 真的是这样子 那赖清德最近还想要证明制限 证明制限给台湾 带来危机的时候 赖清德怎么应付啊 我说替他 不是替他 替我们担心了 那另外最近 这个以前当过 卫生署药证处长的 王慧博博士 台湾要学习毕业 他说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 去官说海桥公司的 精神病科的用药 你当立委可以去官说用药 结果呢 这个王慧博不从 他就砍他的预算 冻结他八千万的预算 不给他通过 我请赖清德出来说明 我也做立委 我选了三届 我从来没有做利益的官说 你当立委怎么可以去官说药品呢 怎么可以呢 王慧博现在是公开来指控你 你当立委去官说药品 你当副总统 你的房子要国安人员违法去帮你看 然后呢 四年花了七千万 你当了总统还得了吗 你当了总统要怎么办 我觉得你比阿扁还不如 阿扁至少当立委的时候 我没有听过他有任何贪图的事情 就他当总统还贪图 那你在立委就这样 你在副总统就这样 当了总统还得了吗 好 我除了辞掉中网的董事长以外呢 因为赖金德常常讲了 说赵浩康将来什么功高正主 等等一堆 赖金德 你宪法也贪图 宪法副总统就是被位 被位要怎么正主 不过当然我也深自检讨了 说这个被位副总统到底做什么 好像也没什么事可干 所以吕秀莲那时候才说他是深功怨妇 吴敦尹才说 他批的公文还没有行政院的百分之一 早知道也不想做了 好 既然副总统也没什么事情可干 我在这边也郑重宣布 我们当选以后 未来四年 副总统的薪水我一毛不要 福利也统统不要 仁爱禄那个副总统的官邸 因为吕秀莲让副总统的时候 请我去过还蛮大的 地点还不错 我也不住 我要把它拿出来做青年住宅 我看里面大概可以勉强几个十几二十个人 不过如果按照赖清德这样违建盖起来 他院子很大 起码可以容纳一百个青年 统统免费 统统免费 愿意抽签统免费 水电费我出 当总统不一样 为什么总统日理万机 总统真的日理万机 副总统是辈位 所以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 民进党很会抹红 抹红人家第一名 连侯友余都要去抹红 侯友余爸爸是家一个菜市场卖肉的肉摊贩 也要抹红人家 抹红我 我其实真的不愿意讲 家庭的悲剧有什么好拿出来谈的呢 大家知道吗 我的祖父就我父亲告诉我 我的祖父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面 被逼迫受不了上吊自杀的 我的外祖父我妈妈告诉我 是在共产党的监狱被枪毙的 我父亲从年轻去当军人 抗日剿匪 被共产党抓了两次 一直在东北一直在海南岛 九死一生都逃出来 我父亲曾经说 只要共产党再一天 我就不回大陆去 后来他还是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你的祖坟都破了 要他回去修祖坟 他才回去 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们亲中 我们卖台 你在讲什么 只是 代夫无私交了 我们不以私害功 个人恩怨真的不重要 个人恩怨不重要 个人的喜好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两岸一定要和平相处 重要的是 两千三百万人的前途 跟他们的利益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